本文图片长安建微信公众号中央督导组,第一轮督导工作安排如下,组建十个中央督导组,赴全国各地开展督导工作,人员组成商,督导组组长,由政省部级领导干部担任, 副组长由全国扫黑、诸恶专项豆丁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,副省部级领导各部担任,成员从相关单位抽调,共335人,时间安排上,督导工作从2018年7月份开始,共组织三轮,每轮督导十个左右的省区室,进驻时间原则上为一个月,到2019年底,基本实现督导全覆盖,并试试开展回头看, 实事步骤上,今年在河北、山西、辽宁、福建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广东、重庆、四川等时盛世开展第一轮得岛,陈一新旧时帝都站需要把握的事项及要求做了阐述,长安军体会,如果把独岛工作看作是一部交响曲的话,陈一新的讲话谱会出这部远章的四部曲, 陈一新做好独岛准备各得岛组建筑前,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,各党中央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,和开展独岛工作的部署要求, 提高站位,明确要求,做足功课,具体要做到四个到位,思想认识到位,充分认清专项斗争在党和国家工作权局中的重大意义,充分认清督导工作,在推荐专项斗争中的重大作用,充分认清督导所肩负的重大责任,政策把握到位,学生物透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,指示精神,学生物透党中央, 关于专项斗争一系列部署要求,学生物透刑法,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规定,以及两高两部指导意见的政策性文件,学生物透这次培训班上系列辅导报告,做到熟练掌握,成竹在凶,情况熟悉到位,通过多途径,提前了解掌握被督导地区的基本情况,提前制定督导方案,工作手册,明确重点任务, 难点问题,方法不整,北都岛地区刚要做好相关材料整理,挥边工作,为督导组尽快熟悉情况提供便利,联络沟通岛位,进入前要与北都岛地区充分沟通,细致做好各项对接工作,成果早黑吧,要发挥号桥梁,扭带作用,为督导组与北都岛地区充分沟通, 对接提供服务保障,联爱准确把握督导重点督导组,要按要当中央决策部署,以问题突出的地方为重点,以敏锐发现问题,推动解决问题为落脚点,集中精力,精准发力,提高督导工作把向性,针对性,具体做到六个突出,突出正式督导, 重点督导各级党委,政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情况,查一查是否及时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决策部署,将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,来把握和推进,是否敢于动争捧进,为政法机关和有关部门,依法理直撑腰打气,是否广泛发动群众,在全社会形成扫黑除恶的浓厚氛围,突出依法打击, 重点督导专项斗争,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形,况,查一查受黑涉恶案件,搬离的事实证据,法律系用上是否站得住脚,对法律政策界限的把握是否准确,突出刹拉扯刹,重点督导散黑除恶,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影结合情况,查一查是否做到侦办受黑涉恶案件,与查处保护伞同步进行,是否完善政法机关, 和基建检查机关线索快速移送,犯汇机制,对涉嫌腐败的涉恶案件深挖彻查,突出综合治理,重点督导各部门集中共管情况,查一查是否把综合治理, 源头治理,放在重要位置来抓,又无存在边打击,边滋生问题,是否有效开展重点行业日常监管, 重点地区排查整治,重点人群动态管控,及时发现堵策管理漏洞,突出基层组织,重点督导整顿软弱患散基层党组织情况,查一查是否确实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, 是否严格规范团队换界选举,是否积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,突出组织领导, 重点督导各级专项斗争领导小组,及其办公室发挥职能作用情况,查一查统筹协调职能是否有效发挥, 典型推广,考核讲成,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,是否建立落实, 03建立督导机制,积极建建中央巡视,中央环保督查等经验,创新督导方法,提高督导水平, 具体要建立四个机制,统一领导机制,督导组实行组长负责制,建立临时党支部, 兼职民主集中制,未让综合协调,线索,核查,案件督办,信息报送等方面, 细化分工,明确责任,线索查证机制,把问题线索搜集,核查,都办放在领先位置, 对中央领导指示,中央有关部门挂台独办,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线索, 要组织地方重点核查,见事见人,做到每一条问题线索都有结论, 对重点按键线索,可直接下沉到基层一线,情况报告机制, 坚持实施求是,全面准确了解情况,客观公正反应问题, 对独岛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, 即时向全国扫黑,除了专项斗争领导小组请示报告, 政风速记机制,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, 严格制定落实考证,保密,回避,请消假等日常管理制度, 自绝接受干部群种监督,临次用好独岛成果,坚持以结果为导向, 提高独岛指向,把独岛工作成果转化为, 深入推进散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际成效, 具体要做到四个加强,加强情况归总, 注重发现和报告地方典型经验,典型试剂, 推动面上提升专项斗争水平, 即是汇总独岛过程中了解的新情况新问题, 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, 加强沟通反馈,要围绕形成独岛报告, 与地方充分沟通,征求意见, 经批者的独岛报告要向被独岛地方反馈, 并提出整个意见,加强移交移送, 都导结果移交中央有关部门按规定使用, 对独岛发现的是黑圣恶违法犯罪问题线索, 依法移送有管辖权限的政法机关, 对发现的党员干部及其他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涉取内计,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问题线索, 即是移送既件经纬查处,加强整改落实, 被独岛地区要按照独岛组要求, 制定整改方案,认真整改落实, 对地方整改情况,将事实主机会